另外在宜蘭縣29號新增了180人確診 在宜蘭的部分是包括了漁犯的傳播鏈 還有宜蘭收容所的群聚並沒有新增 再加上多數個案是居家隔離期間因轉陽 因此宜蘭縣的衛生局認為 對社區影響漸漸縮小了 不過還是不能夠輕忽的 在花蓮的部分呢 則是在昨天新增了272個人 因此花蓮也宣布了 從5月9號開始 社區的篩檢站轉型 要跟上台北市也只做PCR 而且呢 只限你是快篩陽性的民眾 才能夠到社區篩檢站 去做PCR的裁檢 好 這是最新訊息提供給您 那目前呢 針對國內本土確診 連日是突破上萬例了 今天增加幾例 下午2點會公布 但是呢 目前看起來很多人確診之後 是居家隔離 自己照顧自己的 對此呢 中研院兼任的這個研究員 何美香 他在臉書PO出了10個 OMICRON的確診病人 最常見的症狀 提醒大家 當症狀出現的時候 你該怎麼辦 好 包括了一些輕症 比如說你最近 可能有出現一些流鼻水 打噴嚏 喉嚨痛 喉嚨癢 等等的狀況 要特別留意了 而且他提到了 只有50%的人會發燒 好 中症的話 就必須要就醫了 什麼樣的情況屬於中症呢 包括了呼吸急促 血氧下降 你會劇烈頭痛 至於小朋友老人家 要特別留意脫水的問題 如果你是重症 要馬上趕快叫救護車 好 像是呢 如果你出現呼吸困難 嘴唇發紫 皮膚冰冷 昏迷不醒 昏倒胸痛 馬上打119 趕快去就醫 除此之外呢 何美香也PO出了一張照片 他告訴大家 確診者在家 到底要吃什麼呢 好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他的臉書去看一看了 另外外界還關注是兒童疫苗 兒童的問題 兒童疫苗官方拍板定案 5月2號要開打了 第一批打的是莫德納疫苗 當初會說要打莫德納 主要是因為台灣目前現貨只有莫德納 但是後來官方又說5月中會有BNT 那家長就很糾結了 到底要讓小孩打什麼廠牌的疫苗呢 好 我們一起來看家長怎麼說 本土疫情大爆發 指揮中心從5月2號開始 要開放6到11歲的兒童 打莫德納疫苗 你贊成讓小朋友去打嗎 我覺得應該還是先打吧 有打有保證 算贊成 因為畢竟他有點保護力還是好的 對 因為我自己也是打莫德納 對 我會讓他打 打啊 有打有保證 不然要等確診嗎 所以現在既然要共存 就一定要打疫苗 你要嘛就讓他打 要嘛不打 但是你染病之後可能會有重症 但你打又可能又有副作用 橫的是一刀說的是也是一刀 就是希望他平安 小孩子最好不要打 為什麼 因為就是整個實驗 這個實驗性質而已 不要打 小孩子不是白老鼠 我會先看狀況如何 大概別的小孩子打完一個月 我再看情況如何 我再決定打什麼 或者打不打 其實我都不想讓他打 為什麼 不確定 全部要我們負責 他叫你 你要給他打 有問題是你的事 好 等BNT 因為感覺比較安全吧 我不贊成 為什麼 應該打BNT 我等BNT 莫德納就不用打了 我可能會比照國外給他打BNT 我們不要做白老鼠 因為我也害怕 萬一小小孩出事怎麼辦 因為養一個小孩很不容易 省BNT 覺得莫德納也打得太強了 太強了 對 小朋友生不住 所以我覺得莫德納是比較強一點的 大人都受不了小孩子 我覺得很恐怖 我們這個政府也是很差勁 什麼都是沒有超前部署 跟人家後面走 還跟著不像 像這個快災劑 何必浪費人家時間這樣排呢 早就應該弄了 國外處已經早就已經都準備好了 我們台灣還在等 現在讓兒童打疫苗 有一半的民眾認為打壓 不然要等確診嗎 但是也有一半的民眾 他們說要坐等BNT 莫德納就先不考慮了 這一天雖然在放這個廉價 但是目前本土疫情狂燒 尤其在雙北陽性率 雙雙突破了一層三 台北市長柯文哲 因此宣布了一些新措施 他說從今天開始 台北市的市民 你必須要持有快篩陽性證明 才能夠到七大篩檢站 進一步做PCR的篩檢 否則這個柯文哲說 一堆都是來湊熱鬧的 會把這個社區篩檢站擊垮 而講老實話柯P又說 其實在台北市 每天能做的量能就是4000 再加上去會有困難 疫情燒進台北市議會 已經有5名議員染疫 週三才跟確診議員 侯漢廷開會一小時的 台北市長柯文哲 趕緊秀出自己快篩陰性證明 還特地打上七個音 說自己狀況沒問題 而疫情延燒 雙倍央性率雙雙突破一成三 台北市祭出新規 要求未來到七大篩檢站 做PCR之前 得先出示快篩證明 他不再是作為市民朋友 來自我檢測用 你做快篩陽性的 再來做確認 不然的話 一大堆不需要做的 都來湊熱鬧 會把我們這個篩檢站擊垮掉 為保留醫療量能 台北市4月30號開始 民眾得先快篩陽性 才可以拿檢體到社區篩檢站 做PCR 並走綠色通道分流 換句話說 不再單純提供給社區篩檢用 新北則反其道而行 週五開始 亞東醫院和恩主公醫院 加開小夜班 PCR篩檢將從現行的四點 連長到七點 而對於柯文哲喊出 把快篩陽性試同確診 快篩取代PCR可不可行 陳志中說快篩跟PCR相符度打九成 但就怕其中一成根本沒確診 不是真正確診的人 那把他隔離了 或者把他的家人也隔離了 但是事實上他不是確診的 那這樣在法律上面仍然有一些 建制人身自由的過當的問題 保護自己 保護別人 最起碼不要害別人 接下來量能到底夠不夠 指揮官陳志中認為 最高可開到19萬 量能絕對足夠 只是分配布均 但身處熱缺的客玩者 顯然沒這麼樂觀 就怕收督被癱瘓 只能被動超前部署 記得張招彭麗璇 台北報導 水塵抗菌液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律酸水 所以是溫和不刺激 所以是沒有殘留 沒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會刺激你的肌膚 小朋友孕婦都可以用 我們可以到快點購來購買 也可以輸入燕營的 推薦代碼 CTI 我發發號 可以有折扣喔